好 要跟你關心就是年底的平板電腦大戰 戰火是非常的激烈 因為包括Nokia跟微軟都點名說要淡挑蘋果的這個iPad Air 甚至呢 還有人是拍廣告 把這個iPad Air呢 從外型到功能全部都嘲諷一遍 前一秒還自信滿滿 下一秒馬上變掛 廣告主角自打嘴巴 其實這是Nokia新品版2520的廣告 從頭到尾都在諷刺蘋果iPad Air 不論是外型或鍵盤 擺明了就是要跟蘋果定鍋機 同樣嗆蘋果嗆很大的 還有微軟Surface 2 從性能和操作習慣嘲諷iPad Air不人性化 而這也不是微軟第一次攻擊iPad 之前就曾經拿蘋果智慧助理Siri來打開玩笑 蘋果被Nokia和微軟左右夾擊 到底誰才是天下第一馬上就來比一比 螢幕部分微軟的10.6寸最氣派 蘋果在機身厚度搬回一城 解析度蘋果靠著視網膜顯示器 稱霸群雄 而Nokia在價格部分取得上風 從官方數據來看 事實上iPad Air並沒有像廣告中那樣不堪一擊 不過Nokia和微軟靠著嗆瞎炒熱市場話題 也把平板大戰推向最高潮 最終結果能不能反映在銷量上 還有待市場考驗